结婚之后 老婆公然给我戴绿帽子 丈母娘得知 却凡把我轰出家门 然而愤怒的我 却意外发现了丈母娘的秘密 原来她背地里竟然也背叛岳父 而且还找了个黑人私教 我将丈母娘和黑人的视频 保存了下来 然后直接摔在了丈母娘的脸上 我要让这对出轨母女 花得到应有的代价 我要把这些年积攒下来的屈辱 统统加倍奉还 哥们 你就是那娘们的老公啊 夜晚 我亲眼看到一个浑身肌肉块的黑人 光着上半身 从妻子唐凌薇的房间里走出来 她见到我之后 不但不躲不避 反而笑呵呵地走到我面前 有嫣妈 她的中文说得非常溜 我认识她 她叫强妮 是妻子健身房里的健身教练 屋里面一片凌乱 妻子唐凌薇慵懒地躺在床上 一副刚刚享受完的样子 此情此景 我瞬间怒火中烧 既然如此正大光明地给我戴绿帽子 我直接和黑人强妮扭打在一起 可就在这时 别墅楼下文讯而来 但岳母却骂骂咧咧地走了上来 宋超 住手 我回头看着岳母 妈 这男人都这么明目张胆呢 然而岳母根本就不让我把话说完 伸手一把将地上的黑人强妮扶了起来 明目张胆的怎么了 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我女儿想放松放松不行吗 你也配来管 我瞬间愣住了 可是 但岳母根本不搭理我 反而还心疼起黑人强妮来 你没啥事吧 看看哪里受伤了没有 黑人强妮笑着摆了白手 我没事 她的体格太弱了 根本奈何不了我 然后她抬头 挑衅地冲我笑了笑 我的怒火已然冲至头顶 但这时 屋里面妻子唐灵威不耐烦地喊了一句 我都累成这样了 你们还在外面吵 宋超 帮我把房门关上 然后有多远滚多远 我浑身上下不停地颤抖着 心头的怒火几乎将我稍微灰烬 可岳母见我半天没动 语气突然变得阴冷起来 宋超 不要忘了你在我们唐家是个什么身份 不过是花钱养了一条狗而已 给你戴个绿帽子 怎么了 我在唐家是个什么身份 五年前 母亲生病 除了五十万的手术费之外 每年还需要二十几万的护养费 我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 根本承担不起这些费用 最后经朋友介绍 找到了一家私人医院的老板 这家私人医院的老板是治疗 我母亲的病的国际级专家 这二十几万的护养费 只有交到她的手里 才能保住我母亲的命 我没有钱 但医院的老板 给我提出了一个条件 只要我入坠到他们家 就可以保住我母亲的命 第一次见面 岳母就和我约法三章 这场婚姻不过是形式而已 未经妻子唐灵威同意 我是绝对不能碰她的 其次就是妻子唐灵威 拥有绝对的自由权 江苏任何事情我不得插手 最后 由于他们家族的家规 任何人不得离婚 一旦离婚 不仅将开除家族 而且还想万劫不复 我当时也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最后硬咬着牙承担下来 这几年我也在外面 做了点小生意 和唐家比虽然是九牛一毛 但还算是比较红火 最重要的是 我拼命地攒钱 希望有朝一日 把欠唐家的钱全部还上 再也不受这种窝囊气了 平日里在整个家族 我的地位还不如养了一条狗 非打击骂不说 这次竟然公然出轨 还当着我的面让我关门 怒火重烧的我 已然失去了所有理智 我冲进厨房 一把抓起菜刀 拼了这条命 我也要攒了那个大老黑 可就在这时 我口袋里的手机 突然响了起来 是我爸打过来的 这几年他一直在医院里 照顾母亲 才四十多岁 声音就已经变得 极其苍老了 儿子 爹知道你不容易 这电话本来我不应该打 可你妈那边 再有两天就断药了 你看看能不能 后面的话没说完 父亲就已经哽咽起来 父亲从小在我心中的形象 就是顶天立地的存在 但这几年 已经被生活彻底催垮了 我心疼的怒火 瞬间被浇灭了 为了母亲 我把菜刀重新又放了回去 然后咽了咽口水 行吧 你别着急 我这两天就让临危去办 听筒里父亲常常叹了口气 然后无声地挂断了电话 我低着头走出厨房 此时黑人强泥 已经穿好了衣服 岳母正在送她出门 临走之前 我还亲眼看到岳母 给黑人强泥拿了一大堆补品 但最可恨的是 那黑人强泥 她在临出门之前 还挑衅地看了我一眼 做出了一个非常下流的动作 可此时的我 已经生不起任何气了 都说人定胜天 但此时我已完全屈服于命运 黑人强泥离开之后 岳母自然而然地 又数落了我一顿 你就是个寄生虫 以后少在我们家发脾气 再有打人的事情 你妈那边立即就会断药 母亲是我的绝对软肋 即便是被骂到了脸上 我也只能咬着牙听着 岳母说完 就气呼呼地回房间了 我抬头看了看 我和妻子的卧室 今天晚上 肯定是没办法在这住了 只是我的衣服还在里面 硬咬着牙推门走进去 妻子唐灵威已经睡着了 嘴角还微微向上 露出一个满意的表情 恶心至极 我赶紧拿了几件换洗的衣服 最近只能在外面对付几天了 没办法 妻子唐灵威就是这样一个人 而且无论是岳父还是岳母 根本就不管 甚至岳母还有点纵容的意思 这也是为什么妻子唐灵威虽然 拥有较好的容貌和火辣的身材 却只能以招责的方式结婚 因为之前处的几个男朋友 根本接受不了她的这种生活方式 岳父这个家族是非常传统的 除了离婚就要净身出户 和万劫不复之外 家族晚班只有结婚 才能拥有继承权 拿着衣服 我直接开车来到了我的公司 其实说是公司 只不过是在写字楼里 租了一间办公室而已 躺在办公室里的单人床上 我就怎么也睡不着 只要一闭上眼睛 就看到黑人强妮娜下流的挑衅动作 马德 岳母不是不让在家里打吗 可又没说不能在外面动手 这口恶气我必须出了 想好之后 转过来第二天晚上 我开车来到了妻子唐灵威 经常光顾的一家健身中心 当然了 黑人强妮也在这里工作 但我并没有直接就去惊动她 因为很有可能会遇到妻子唐灵威 如果真的闹大的话 这两天我母亲那边的用药 很有可能真的被断 所以我把车子停在停车场里 死死地盯着健身中心门口 一直到晚上他们下班之后 果然看到黑人强妮从里面走了出来 我钻了钻手边早已准备好的棒球棒 准备趁着夜色给她来一闷棍 可黑人强妮从健身中心走出来之后 根本没给我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直接挥手叫了一辆出租车 我立即发动汽车追了上去 出租车横跨大半个城市 最终在一家高档酒店门口停了下来 我不由地愣了一下 难道说今天也有富婆包卡 果不其然 黑人强妮下了车之后 在酒店门口遇到了一个包裹的 十分严实的女人 这种喜欢黑人的女人 自然不敢正大光明 毕竟像我妻子唐灵威那样的 还算是少数 两人在酒店门口简单地交谈了两句 然后就一起往大堂里面走 我赶紧下车 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 在黑人强妮和那个女人 办理开房手续的时候 我在旁边清楚地听到 黑人强妮说只开一间四个小时的终点房 原来他们晚上不过夜 那我就又有机会了 为了不打草惊蛇 我重新回到车里 在仇恨的驱使之下 瞪着眼睛守在酒店门外 一直守了两个多小时 该说不说 这小子体格真可以 就在我几乎都要坚持不住的情况之下 下了车 准备找一个没有摄像头的地方给她一下子 可就在黑人强妮即将走到我 早已设计好的监控盲区地点之时 后面一辆粉色的奔驰车突然开了过来 看到这辆车之后 我先是愣了一下 同样型号并且是粉色的 奔驰车在我们室里并不多见 但其中有一辆我还是比较熟悉的 那正是岳母开的车 但这车是从我后面开过来的 灯光直射之下 我来不及看清车牌 下意识地闪到旁边的一个小胡同里 当我从小胡同里探出头时 黑人强妮已燃上了那辆粉色奔驰车 那一瞬间 我彻底愣住了 莫非岳母和这个黑人强妮也有一腿 如果真是这样被我抓住了把柄 我就足以掌控着岳母 在整个唐家家族内的生死 岳父虽然对女儿唐灵薇非常开明 但对自己老婆却十分严格 平日里岳母逛街时 多看别的男人一眼 岳父都会生气 如果要是让她知道 岳母竟然背着她和女儿 唐灵薇的黑人情夫搞在一起 那画面简直太美了 只可惜刚才没有看清那辆车的车牌号 颜色和车型虽然比较特殊 但没有车牌号 这种事情也没办法完全判定 就在这时 突然想到了一个可以确认的方法 随后立即跑回车里 一路开车来到了唐家的别墅小区 不过我并没有直接把车开进去 而是把车停在小区门外 步行来到了他们家的别墅外面 一眨眼就看到岳母的那辆粉色奔驰车 停在车位上 左右无人 我小心翼翼地走到跟前 用手摸了摸排气筒 如果酒店门口的那辆粉色奔驰车 是岳母的车 那么她也就刚回来没多长时间 排气筒一定是热的 然而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摸了一把排气筒 却只有一阵冰凉 这说明岳母的这辆粉色奔驰 至少在一个小时之内都没有启动过 刚刚才蒙起了一点点的希望 瞬间又破灭了 我无奈地笑了笑 自己还是太幼稚了 都已经是快要三十岁的人了 竟然还做这种白日梦 捉肩岳母 这么好的事情 我又有点失眠了 在床上翻来覆去和烙饼似的 挣扎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最终还是决定先玩会手机再说 我直接点开了一个同城的篮球群 平日里我也喜欢锻炼身体 但更多的是和朋友们在篮球场打篮球 此时虽然已经半夜十二点了 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聊天群里就非常热闹 已经有好几百条留言了 其实这个聊天群以其说是篮球群 倒不如说是一个流氓群 全天大部分都在聊女人 只有很少的时间才能涉及到篮球 能聊得这么热闹 那就一定和女人有关 我点开之后 网上爬楼看他们发的信息 原来是我们经常打篮球的 篮球场今天下午来了几个外国人 水平挺高的 球打得也不错 但话题聊着聊着 就从和外国人打球的话题 聊到了外国女人 然后又聊到了外国男人 最后竟然聊到了黑人男人 这时 一个叫一经成仙的哥们突然说 咱们市里的健身中心就有黑人私教 听说就是给富婆服务的 前两天我在他们私教群里 还看到了一个视频呢 等会儿我去找 健身中心 黑人私教 还有视频 看到这些消息 我的心脏蹦蹦直跳 莫非 在往下翻聊天记录 很快 一经成仙就发了一个三十多秒的小视频 我迅速点开 视频里果然是一个黑人和一个黄种女人 不过视频都是不露脸的 黑乎乎 白兮兮两团 根本看不清具体内容 然而就在视频马上播放结束之时 那女人突然开口说了一句话 紧接着视频戛然而止 但我却激动不已 因为这声音 不就是岳母的声音吗 我赶紧在群里面私聊一经成仙 幸好她还没睡 通过我的请求者 我便立即给她发出消息 哥们 这视频还有吗 或者有没有什么办法拉我进群 一经成仙很快回复 五百块钱拉你进群 不过这不是我收费 是人家群主有要求的擦 这小子还挺黑 我直接把手里仅剩下的五百块钱 全打了过去 很快她就给我拉到了一个 只有三四十人的小群 不过此时天色已晚 群里面没有人说话 我挨个把每个人的资料翻了一遍 群里面有四五个黑人 其他大部分都是本地的私人教练 不过我并没有在这四五个黑人里面 找到黑人抢你 或许是不愿意暴露自己身份吧 转过来第二天 今天是母亲患药检查的日子 一大早我就开车回到唐家 可还没来得及进屋 就听到屋里面岳母的大嗓门 宋超那小子好几天没回家了 死到哪里去鬼混去了 今晚上他老丈人过生日 他都不回来吗 妻子唐灵薇一副不耐烦的声音 今天一准肯定回来 因为今天是他妈治病交钱的日子 我站在门口还没来得及推门进屋 就已经满脸的尴尬了 俗话说得好 拿人家手短 吃人家嘴短 我看了看时间 距离最后交要的时间 还剩下两三个小时 咬了咬牙 强行推门进屋 妻子唐灵薇正坐在沙发上 两条修长的大长腿搭在茶几上 正悠闲地看着电视 见我进屋 冷冷地哼了 一声就继续回头看电视去了 岳母闻声赶了过来 伸手直接指着我的脸上 你们老宋的人都这么不要脸吗 不要钱的时候跑出去鬼混 用钱的时候又屁颠屁颠地贴回来了 我站在那里 恨不得直接把这老娘们掐死 但一想到我即将掌握岳母的把柄 便硬生生地忍了下去 对不起 这几天公司那边 不等我把话说完 岳母便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少废话 就你那小破公司能有多少事啊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 我姑娘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但如果你要是敢在外面不检点 我就先找人 打断你的狗腿 然后断了你妈那边所有的医疗费 我浑身上下不停地发抖 但我的内心却极力地告诫自己 一定要隐忍下来 现在还不是反击的时候 我这几天一直在公司住的 我们那儿有摄像头 岳母哼了一声 扭头回了屋 客厅里只剩下我和妻子唐灵薇 我摸了摸鼻子 走到跟前 我妈在医院那边 妻子唐灵薇根本不等我把话说全 就不耐烦地拿出了手机 不就是要钱吗 不用解释那么多 说完 她便给医院的财务打电话 告诉那边可以继续给我母亲公药了 在挂断电话之后 她突然抬头冷冷地瞪着我 医院那边和我说 这个月的伙食费又多了三十块钱 是不是你家那些穷亲戚 又舔着脸到医院蹭饭去了 母亲在医院一连住了好多年 少不了有些亲戚来回走动 外人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 只当是医院的老板 是我老丈人 所以每次探病的时候 总会在那边的食堂蹭吃蹭喝 原本一顿饭也没多少钱 但没想到妻子唐灵威 竟然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这三个四十块钱 我来补妻子唐灵威哼了一声 你能补个屁啊 花的还不是我们唐家的钱 趁早在我眼前消失 话说到这里 她顿了一下 对了 今晚上我罢过生日 你准备好礼物了吗 每年月付过生日 对于我而言都是一种煎熬 为了还他们唐家的钱 我公司的财务账户 直接就进入到妻子唐灵威的银行卡里 我每个月只有1000块钱左右的零花钱 昨天晚上 把紧剩下的500块钱都给了一斤成仙 最重要的是 就算是我有这500块钱 从买的礼物 人家也根本看不上眼 无奈之下 我回到房间之后 便打电话给好哥们借了几千块钱 然后又脱关系 买了一只战国红马脑的手串 晚上 岳父回家 一大家人非常隆重的迎接 在整个唐氏家族 岳父的地位都非常高 家里面更是将其奉为至尊 岳母很怕他 甚至岳父每次和他说话 都会让他产生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没办法 谁让岳父是这个家族的所有经济来源呢 餐桌上早已准备好了一桌极其丰盛的晚餐 两名保姆跑前跑后的忙碌着 进屋之后 岳母亲自将拖鞋放在岳父的脚边 岳父抬脚 岳母赶紧把岳父脚上的皮鞋脱掉 然后亲手为其穿上拖鞋 但岳父根本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而是直接一把拉住女儿唐凌薇的手 凌薇啊 那有半个月没见到爹了吧 想爹了没有 妻子唐凌薇则对岳父带搭不理 一下就把手抽了回来 哎呀 我都多大了 什么想不想的 赶紧吃饭吧 我都饿了岳父黑黑一笑 也不生气 也不恼 满眼的溺爱 屋里面除了两个保姆阿姨之外 我的地位是最低的 整个过程岳父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不过我早已经习惯了 到了饭桌上 岳母和我妻子唐凌薇都将礼物摆放在桌子上 岳母送的是一台疗养衣 岳父看都没看就推到了一边 唐凌薇送的一幅名人字画 岳父把玩了半天赞不绝口 最后岳母瞪了我一眼 然后笑嘻嘻地对岳父说 听说宋超也给准备了礼物 拿出来把岳父听到的声音顿了一下 抬头看着我 我要他什么礼物 他买礼物的钱不都是咱们家的吗 不都是我赚的吗 溜序拍马 小人伎俩 我手里拿着战国红的手串 一脸的尴尬 最后只能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边上 然而就在这时 保姆阿姨端来了蛋糕 岳母连忙起身收拾桌子 每次她受了委屈 都会把怨气撒在我身上 顺手抓着我借钱买的那串战国红手串 直接摔在了地上 啪 一声脆响 手串的几个珠子直接碎了一地 这破东西以后少往咱们家里拿 看着就没有档次我脸色铁青 却又什么都不能说 岳母还不算完 又抬头瞪了我一眼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拿把你这些垃圾收走 两个保姆阿姨也是欺软怕硬的主 谁也不上来打扫 乐得站在旁边看我笑话 我看了看一点不耐烦的岳父 实在是没办法 毕竟母亲的命就在她的手上 最后我也只能忍气吞声地 拿起条肘将那串碎着的战国红手串 扫进了垃圾桶 吃完晚饭之后 岳父岳母和妻子唐灵威 坐在沙发上聊天 我本想离他们远一点 可岳母却瞪了我一眼 怎么一点眼力架都没有 不知道在旁边伺候着倒水 我也只能低着头陪在旁边 趁着他们聊天的空隙 我终于有机会问一下 我母亲的病情 岳父却显得很不耐烦 将就应该还能活几年 没啥大事那副嘴脸 满满的鼻视 我硬咬着牙把怒火又咽了回去 马德 终有一天我会把你老婆 被黑人玩的视频发给你 到时候我看你还这么猖狂吗 由于今天岳父在家 无论是妻子唐灵威 还是岳母谁也没赶出去玩 睡觉的时候 我也只能跟着妻子唐灵威 回到我们的卧室里 但我根本没有资格上床 妻子早就把枕头和被子 扔在了地上 这些年就算是在家住的 我也只能坐在地板上 时间久了 甚至已经都开始习惯了 通常在这个时候 我都会尽心消化这一天惹来的怒气 趁着妻子唐灵威睡着之后 我悄悄地拿出手机 打开了已经呈现邀请我进的私教群 只看了一眼 我就精神了 这个群美气名曰是私教群 倒不如被称之为炮妞群 所聊的内容 大多都是这些天私教们勾搭的 各种各样少傅 一些非常夸张的照片和视频 不停地闪烁在手机屏幕里 这些是富有的长得很漂亮 有的非常有钱 反正各个都是极品 但我并不关注这些 我只关注岳母的视频 什么时候能够出现 可今天晚上几个黑人私教都没有在线 一直到晚上12点我也有些困了 于是起身准备出去喝口水 然后回来睡觉 当我来到一楼客厅里 准备着水的时候 却突然看到岳父岳母的房间 竟然还灼亮了 并且伴随着岳母阵阵声音传出 这两个老东西没想到还挺有雅趣 这一次我仔细听了听岳母的声音 然后就打开手机 找到已经呈现给我传的那个视频 声音和说话声都非常像 只可惜这个视频里没有露脸 这种事情必须得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才能出手 就在我喝完水准备回屋睡觉的时候 岳父岳母的房间里 突然传来岳母的一声惨叫 不要再打了 呜呜呜 这让我吓了一跳 这两口子究竟是真打起来了 还是假装打起来了 好奇心陡然升了起来 我捏手捏脚的走到岳父岳母的房间门外 结果发现这两个老东西竟然忘关门了 透过门缝敲小心翼翼的往里面看 直接岳母跪在地上 一边哭一边求饶 岳父手里面拿着一根一米多长的棍子 在打岳母 下手非常凶狠 一丁点不留情面 就连我在旁边看着都有些心惊肉跳 直打的岳母满地打滚 哀嚎不已 这场面我完全震惊了 不过看着每天羞辱我的岳母 如此狼狈的样子 心里面还多少有点暗爽 我甚至拿出手机还录了一段 看到最后我才明白 原来岳父的身体早就已经不行了 所以 所以很容易产生物极必反的效应 我之前还在一些心理学书记中看到过这一点 简单点来说 就是单纯地喜欢打人 这也难怪 岳母要在外面偷偷找黑人 两下里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录完视频之后 我悄悄地回到房间里睡觉去了 只是躺在那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早上 岳母恢复了往日里那只高气昂的样子 我悄悄地观察着岳母 古不其然 身上的伤让她时不时地哆嗦一下 这让我十分暗爽 忍不住在岳父离开之后 装作一副非常关心的样子 妈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 岳母小脸蛋鲜湿一红 然后狠狠地瞪我一眼 你是不是盼着我早死啊 大早上我哪里不舒服啊 是不是昨天给你妈交完了医疗费之后 你又开始肆无忌惮了 这恶毒的老娘们 昨晚上咋没打死你呢 紧接着岳母就把所有的怨气都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之下 直接给两个保姆阿姨放了假 然后把家里的家务活多推给了我 我说我公司那边今天有事 但岳母却是一点的嘲讽 就你那破公司 有个屁事 抓紧时间干活 我那有堆衣服都给我用手洗干净了 说完就回我去化妆去了 然后就跨这个小包一扭三晃地出去打麻将去了 妻子白天也不在家 偌大的别墅里就剩下我一个人 这种事情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经常出现 我吃完早饭之后 就来到岳父岳母的房间里去拿脏衣服 一进门 就闻到整个房间里的一股怪味 脏衣筐子放在门口 里面堆满了一大堆衣服 就在我准备抱着脏衣筐离开的时候 抬眼就看到挂在墙上的那根木棍 正是昨天夜里岳父拿来打岳母的那根棍子 好奇心驱使之下 我从墙上把那根棍子拿了下来 足有小拇指粗细 韧劲非常足 这东西打在身上 绝对移下一条血液 真狠 他们这群有钱人真会玩 棍子上面还有一些白色痕迹 我一脸厌恶地撇了撇嘴 又把棍子重新挂在墙上 然后端着脏衣筐来到盖洗室 果不其然 在岳母的一条黑纱睡裙上 看到了好几条血液 有那么一瞬间 有一股邪恶的坏感涌上我心头 但就在这时 一个右盘从脏衣堆里掉了出来 我下意识地捡了起来 可楼下的房门突然被人推开 岳父像疯了一样急匆匆地冲了进来 然后扯着嗓子大声喊 谁看见我右盘了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竟鬼使神拆地把乳盘塞进了口袋里 这时岳父冲进洗衣间 像一头发了狂的狮子一样瞪着我 看没看见我的右盘 我用手遮挡住装着乳盘的口袋 然后摇了摇头 没 没看见 岳父懒地听我解释 一把把我推开 然后疯了一样在脏衣筐里面翻找着 看着他那焦急的背影 我尝试地问了一句 什么样的右盘 干啥用的 岳父回头恶狠狠地瞪着我 少问 既然不让问 那就不问 我带着右盘直接从屋里面走了出来 岳父在洗衣间里翻找了半天 在接了个紧急电话之后 才集中通了走出来 临走之前还恶狠狠地瞪着我 如果看到右盘马上交给我 否则的话 我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 这老东西这么着急 找这个右盘 肯定是藏着什么猫腻 一直等他离开之后 我回头卧室打开笔记本电脑 想要看一看 这右盘里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可就在这个时候 手机里的消息提示音 却不停地响了起来 在等待开机的时候 我打开手机 正式私教聊天群里的消息 原来是一个叫做大黑的人 发了一条留言 今晚上我约了那个富婆 你们有谁想一起来玩的吗 群里很多人在问 哪个富婆呀 效果咋样 大黑发了个笑脸 具体是谁肯定不能公开 不过今晚富婆说要加一个人 你们看看谁晚上有空 卧槽 竟然还有如此火爆的内容 富婆 难不成是我丈母娘 我的心脏砰砰直跳 这老娘们昨天晚上 刚被岳父一顿暴打 就出来偷心 一下子有七八个人报名 说要参加 我也尝试着报了一下名 但我自己也知道 毕竟刚刚进群 人家是不可能选上我的 那个大黑是真会玩 剑爆的人多了 竟然提出要抽签决定 连环对话框里 有一个随机抽签的小程序 我们几个报名的 填上了自己的昵称 屏幕一顿闪烁之后 好巧不巧的 竟真的选上我 我激动的一下子 从电脑椅上跳了起来 如果真的可以当面在床上 抓住岳母和黑人 在一起乱搞的事情 我的整个人生将彻底改写 随后我添加上了大黑的私聊 大黑直接给我发了一个表格 没想到他们干这种事情 竟然如此专业 表格里面包括我的真实照片 年龄 身材 以及有无经验等信息 但最重要的一个要求 是需要掏两千块钱 而且还有一千块钱 是实钱支付 这让我一下子犹豫了 万一被骗了呢 万一他们要以此为把柄控制我呢 但大黑显得很不耐烦 快点决定 群里面还有其他哥们等着呢 我简单的想了一下 反正我这次去 又不是要汲取 搞什么实际的操作 到时候只需要躲在后面 连续拍几张照片就可以了 至于一千块钱定金 就算是一次风险投资吧 无奈之下 这次我又给好朋友 打电话借了两千块钱 这里万里两天 就欠了一万块钱了 不过这都无所谓 只要我能搞到 岳母出轨黑人的证据 就可以完全控制岳母 一万块钱 对于这老太婆来说 只不过是打一场 麻将输的钱而已 在给大黑交付定金之前 我还要确认一下 这个大黑究竟是不是 妻子唐灵威和岳母 找的那个私教黑人强尼 但我并没有着急填表 而是先把那张表 让大黑填了一遍 大黑发了一个笑脸 并且说我很聪明 很快就把表格发给了我 点开之后 我瞬间欣喜若狂 无论是照片 还是具体的名字 正是我要找的那个家伙 接下来就轮到我来填表了 其他内容都还好说 随便编一个就可以了 但唯独照片这件事情 难倒了我 因为黑人强尼是见过我的 如果不但认出来 很有可能鸡飞蛋打 然后甚至用了一点美颜的技术 才给大黑拍了一张照片 这照片即便是我自己看的话 也未必能够看得出那是我自己 但实际上是我想多了 绝大部分情况之下 我们看黑人其实长得都差不多 大黑人看我们其实也都一个样 大黑很快给我发来了一个地址 是一个私人会所 看了一眼这家私人会所之后 便更加坚信 那个神秘的富婆 绝对就是我的丈母娘 因为私人会所的位置 正好位于唐家别墅小区很近的地方 最后的时间约定到晚上六点钟 我要先和大黑见一个面 接下来就是具体准备的时间了 我先去理发店 按照那张照片里的发型 给自己换了一个头型 然后找了个美容院 做了一下皮肤护理 让脸上的皮肤看起来更加年轻一些 最后我戴着眼镜 在大约晚上六点钟的时候 来到了那家私人会所 愣下门铃之后 大黑也就是黑人强尼亲自来给我开门 他果然并没有认出我来 甚至还夸赞我长得这么年轻 我笑着跟黑人强尼进了房间 会所里面装修非常的豪华 前台还站着几位服务员 看来这是一个会员制的私人会所 只有办理会员才能够在这里订到房间 一个年轻漂亮的服务员 笑呵呵地接过黑卡之后 然后领着我们来到了后院 一排排的小别墅里 原来这个私人会所 竟然如同一座大型庄园一样 除了最前面的大楼之外 后面是一排排的独栋小别墅 有西方的古典的 古典西方的和古典东方的等等 服务员开着一辆百度车 黑人强尼坐在他的旁边 上这时候两只手都开始不老实起来 到那美女服务员似乎还很高兴 听着笑呵呵地说 下次有机会能不能带他一块碗 黑人强尼很认真地摇了摇头 不行 和你玩的话 这种地方我是支付不起的 美女服务员哥哥直笑 没事 客人没来之前 有的是时间看着那美女服务员火辣的背影 我心里一阵比试 看来又是一个典型的风骚美女 百度车最终停在了一栋西方风格的别墅面前 门口还有一个偌大的游泳池 我们三个人一起下了车 在走进奢华的别墅内之后 黑人抢尼看了看时间 然后一把搂住那个美女服务员笑着问我 距离富婆来还有一个半小时 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玩 看着那个满脸风骚的美女服务员 我心里面只有一阵反胃 不了 你们去玩 我还有点紧张黑人抢尼和美女服务员哈哈直笑 然后就一起走进了旁边的一间卧室里 可这里的卧室隔音效果特别差 我顿时就有点后悔了 马得 这不是纯纯让我来受罪吗 就在这时 别墅外面一样粉色奔驰车开了进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 果然是岳母 这时 房间里的美女服务员一边急匆匆的穿衣服 一边从后门跑了出去 趁着那辆粉色奔驰车的司机还没有出来 屋里面的黑人抢尼招手叫我过去 然后将两粒蓝色的药片递给了我 用不用 我微笑着摇头 你还嗅了一下宫二头肌 用不着黑人抢尼笑了笑 然后把那两粒药片放进了自己的嘴里 再咽下去之后 他指的指这个房间 一会儿你在这个屋里不要出去 我们要给富婆一个巨大的惊喜 这样才有意思点头答应他 随后 黑人抢尼在接了一个电话之后 便下楼去接那位富婆了 我紧张地把房门关上 然后透过窗户向外张望 想看看究竟是不是岳母 可这个房间窗户的朝向有些偏 只能看见一辆粉色奔驰车的尾部 并没有看到人 说多少让我有些沮丧 但我也并不着急 因为好戏总是要压轴开眼的 我坐在房间里 百无聊赖地玩着手机 此时 私教的聊天群里非常火爆 很多人都在追问 我和大黑这边情况进展的如何 易经成仙甚至还私聊我 那老娘们怎么样 玩得爽不爽 我回复了一个笑脸 我还没开始进屋呢 一会儿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易经成仙又突然说道 我听说这个老娘们家里 好像是在医疗口挺有实力的 你也要小心一点 尽量别暴露自己的身份 你和那群玩玩就跑的大老黑 不一样医疗口呢 我的心脏扑通扑通一阵乱跳 脸上的汗珠不由地顺着脸颊往下躺 就在这时 黑人强妮给我发信息让我上楼 我整理了一下衣服 把手机调整到拍摄模式 然后迈步直接走上了别墅的二楼 走进了最大的那间卧室 在一张巨大奢华的圆形大床上 一个女人背身躺在那里 听到我的开门声之后 还下意识地紧紧拉了一下被子 这时候黑人强妮走到我跟前 坏笑着对我说 毕竟是新人 还是有点紧张 不过咱们可以慢慢来 你们两个先尝试着互相交流一下 这对我们接下来的事情很重要 我坐在旁边的沙发上点上支烟 然后悄悄地把手机对准了床上的那个女人 丈母娘啊丈母娘 你也有落在我手里的时候 等到一会儿我拍摄到你的脸之后 看我怎么整你 黑人强妮重新上了床 用手搂住那个女人 轻柔地在她耳边说着什么 一开始那女人不停地摇头 似乎还是有些放不开 但随着黑人强妮手上的动作 那个女人最终还是突破了自己的心理底线 这时候黑人强妮从床上下来 从我的烟盒里拿了一支烟 我先出去 你们俩可以慢慢聊聊 说完就走出了房间 整个屋子里面瞬间安静了下来 只能听到我自己的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我深吸一口气 剩下的烟头在烟灰缸里掐灭 然后走到了那个女人身前 可当我看清那女人长相的时候 整个人瞬间愣住了 那女人缓缓回头 有些娇羞地冲我笑 你 你好 好个屁啊 原来这女人并不是我的岳母 岁数和岳母差不多大 长得面相五官要比岳母精致得多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皮肤保养得非常好 可无论这个女人多么具有诱惑力 但对我而言却没有任何意义 一时之间我们俩都有些不知所措 那女人见我没动 竟突然伸手要来拉我 我瞬间甩开了她的手 然后直接从房间里冲了出去 门外黑人强泥正在偷听 我和她迎面撞了个满怀 她有些纳闷地看着我 怎么出来了 我也懒得解释 大踏步地从楼上跑了下来 黑人强泥在后面不停地叫我 但此时我已经没有再留下来的必要了 走到楼下 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那辆粉色奔驰车 擦 车子的颜色和型号都一样 可车牌却不一样 我刚才那个房间的角度正好看不见车牌 马德 从私人会所里出来之后 我的心情乱到了极致 私聊群里面黑人强泥 不停地嘲讽着我临阵脱逃的懦夫行为 群里面有人替我开拖 说第一次难免紧张 也有人拿我开玩笑 说我连个娘们都玩不了 但我根本就不在乎他们说什么 路上 我甚至还找到最开始 已经呈现给我发来的那个视频 再重新听一遍 声音果然和我岳母有些不太一样 我的所有计划完全落空了 这几天做的所有的美梦 现在看起来如同一个笑话 我就是那笑话中的小丑 本以为可以逆天改命 但生活不是小说 回到家之后 岳母把整整一空脏衣服 倒在楼的头上 临出门的时候 我甚至连衣服都忘了洗 但我什么也没有说 低着头 慢慢地把所有衣服用手洗干净 然后小心翼翼地挂在晾衣架上 回到卧室 妻子唐灵威今晚上并没有回来 其实不用多讲 我很清楚他晚上在干什么 或许是躺在某个男人的床上 亦或许是某群男人 但这些对于我而言 已经都不重要了 桌子上的电脑机箱上 还插着那个油盘 我拔下来之后 顺手丢进了口袋的最深处 然后规规矩矩地躺在地上 等待着第二天的天明 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 仿佛之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我把那个私教群 一经成仙和大黑全部删除了 梦既然已经醒了 那么梦境里的这些东西 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这天又到了给母亲 交医疗费的时间了 而且听我爸说 母亲最近状况非常不好 这个月可能要连续 做好几项检查 上午 我低着头走到岳母身边 妈 我妈那边的医疗费 岳母白了我一眼 蛀虫一家子都是蛀虫 对于这些话 我甚至已经免疫了 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 但为了自己的母亲 那点可怜的黄金 真的什么都不是 岳母骂了半天 见我还站在那里 就更加生气了 之前我觉得你就是一只蛀虫 现在看来还是一只没脸的蛀虫 我倒要看看你能没脸到什么地步 说话 他把桌子上的半杯水 直接倒在了地上 擦 我麻木地点了点头 可就在转身要去拿麻布的时候 岳母却直接一直滴上那滩水 谁允许你用麻布了 给我用嘴吸光 我知道 昨天晚上岳父是在家里住的 晚上免不了用那小棍来抽岳母 通常这样情况之下 第二天早上 岳母都会把所有的怨气 全部撒在我的身上 但这种要求 已经触及到了我的底线 我大口地喘着粗气 恶狠狠瞪着她 桌子上那个茶杯可以摔碎 然后我就可以用碎片 划断着老娘们的喉咙 但岳母却完全不以为然 冷哼了一声 怎么 感觉伤自尊了 就你们全家这种蛀虫 也配伤自尊 说完她起身 甚至还穿着拖鞋 往水里面踩了几脚 赶紧吸干净 否则我会让你妈今天就断药 所有她对我的这些项目 其实都是岳父对待她的 一想到母亲的病症 我咽了咽口水 最终还是蹲了下去 岳母表面大笑 那是一种歇斯底里般的大笑 我甚至能够听出 那笑声当中 还带着一丝气凉的惨叫 宛如每个岳父在家的夜晚时 那扇门里面的种种惨状 可就在这时 岳母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是她的几位麻友打过来的 最近这段时间岳母迷上了麻将 经常和医疗口的一些贵妇们 来家里打麻将 通常在这种期间 我是不被允许在家 接完电话的岳母 骂了我一句之后 就急匆匆的回房间里化妆去了 而我则顺势找人 妈不把地上的水擦干净 随后趁着岳母化完妆之前 就匆匆的离开了家 今天公司那边事情也不多 正好有时间去医院看看爸妈 大约走到半路上的时候 父亲那边告诉我 医疗费已经交了 我咽了咽有些发音的嗓子 爸 我一会儿正好去医院 想吃什么和我说 听通你父亲的声音有些沙哑 我和你妈这边什么吃的都不缺 你要是忙就不用过来了 有一种叫做眼泪的东西 再疯狂的往我眼睛里面钻 越是朴实的话就越感人 最终我还是买了一个果蓝 来到了医院 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大多都认识我 都知道我是唐家的赘许 这些人基本都是视力眼 表面上和我热情的打招呼 但转眼就开始嚼舌头 说什么我是绿帽子王 还说什么我是个软饭男 这些话我似有似无的能够听得大概 不过就完全不加理会 来到医院之后 正好母亲刚做完一项检查 正躺在病床上 看着母亲那苍白的脸 以及虚弱的身体 我的心如刀绞 但同时也感觉 这几年受的所有的委屈 都是值得的 陪着父亲和母亲吃了一顿中午饭 这时候父亲单独把我拉了出来 那个 这几年你妈在医院住的所有钱 都是你老丈人家掏的 所花的每一笔钱 爹这边都有账 咱们家虽然没钱 但也绝不会占别人一分钱的便宜 前几天我回老家 把家里的老院子卖了 虽然钱数不多 但你还是先拿给你老丈人吧 说完便拿出了一个塑料袋 纸包纸果的 将里面的一张银行卡递给了我 我赶紧把银行卡推开 爸 那可是咱家祖上传下来的房子 你怎么说卖就卖了呢 父亲笑了笑 一脸的褶皱不停的颤抖着 什么祖上不祖上的 祖上攒下的家业 不也是用来花的吗 再说了 咱俩都是家族里的单传独苗 这钱咱们也点不花谁花呀 父亲的笑容充满了苦涩 我拼命的摇头 那也不能动祖宅啊 我公司那边这几天笑意还不错 唐家的日子不好过 做父母的也帮不上你什么忙 反而还是你的累赘 你也应该让我这个当爹的 也为你做点什么呀 说完之后 就将那张银行卡 强行塞进了我的口袋里 那一瞬间 我的心情五味杂成 父亲转身又从病房里 拿出来一个背包 里面是一些老家带来的土特产 这些东西是我从农村带来的 虽然不咋之前 但对于你们城里来说 都是一些稀罕玩意儿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我也应该登门向你岳父岳母 表达一次感谢 这让我一下陷入到了两难境地 岳母在很早之前就和我说过 不允许我的父母 以及我的所有亲朋好友去家里 说农村人赃 不配进他们家的高级别墅 所以每当父亲 有这样念头的时候 我都会极力阻止 这次也不例外 我推开父亲之后 和母亲又说了一会儿话 便急匆匆地离开了医院 生怕父亲 又提出要去送礼的事情 可是当我回到公司的时候 就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说他已经在唐家门口等我呢 我赶紧开车赶过去 果然看得满脸风霜的父亲 正拎着那个背包 站在别墅门外 几个保安很戒备地盯着他 我跑过去赶紧和保安们解释清楚 然后把父亲拉到一旁 爸 你咋还自己来了呢 父亲憨憨地笑了笑 每次让你带我来 你也不带呀 没办法 我可不就得自己来吗 那既然已经来了 我实在也没有勇气 再让父亲拎着礼物回去 看了看时间 岳母和那群贵妇们 应该还在打麻将 可就在这个时候 家里面其中一个保姆阿姨 正好在旁边路过 看了我一眼 又看了我父亲一眼 然后嘴角处就露出了一抹坏笑 哎呀这位是亲家吧 咋不进屋啊 然后不等我阻拦 就直接按下了门铃 这一次我是彻底没办法 开门之后 只能硬着头皮 带着父亲走进了大厅 果不其然 一楼的棋牌室里 传来几位贵妇打麻将的声音 这其中岳母的嗓门最大 看样子今天应该输了不少 听见有人开门 岳母就没好气地问道 谁啊 然后一抬头就看到了我和我父亲 脸色瞬间拉了下来 这是除了结婚那天之外 父亲第一次来到这里 从他额头上微微露出的汗珠 能够看出他也很紧张 听到亲家母的问话 别急忙拎着一包土特产 走到了棋牌室门外 哎呀 实在不好意思 没想到亲家母在打麻将了 我是 岳母直接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旁边几位贵妇 都是一副看热闹 不嫌是大的样子 哎哟 我们不知道你们亲家今天串门啊 早知道我们就不玩了岳母输了钱 自然不能让他们走 哎呀你们不能走 咱们继续玩咱们的 说到这里才抬头看了父亲 然后眼珠子瞪得溜远 我知道你是谁 不是 你去别人家难道都不知道换鞋吗 父亲刚才走得急 自然没来得及换鞋 此时一脸尴尬的转身 又回到门口来换鞋 岳母不耐烦的摆了白手 不用换了 不用换了 我今天这边挺忙的 没时间陪你了 然后后扭头看我 没什么事的话 就带你爸走吧 声音冷冷冰冰的 然而就在这时 祝我在最里面那个贵妇 突然很高傲的说道 都是亲戚 你还是去看看吧 声音非常的稳重 透露出一股不容置疑的 如同命令的感觉 只这一句话 竟然把即将爆发出来的岳母 吓得站了起来 好 那不好意思王姐 你们先喝口茶 我出去一趟 马上就回来 没想到岳母竟然如此的恭敬 但这个女人做得比较靠礼 我并没有看清场相 不过能够让岳母如此恭敬的 绝对是个大人物 至少可以左右整个唐家的命运 岳母起身从棋牌室走出来 满脸的嫌弃和不耐烦 哎 我说你这老爷子也真是的 早不来晚不来 非得偏偏这个时候 我家里有贵客 真的是赔不了你父亲的脸上的通红 这股恶气我能忍受 但如今却撒在了我父亲的身上 这让我心头的怒气 抑制不住的涌了上来 然而就在我马上就要爆发出来的时候 却抬头看到了 坐在岳母对面的一位贵妇 这女人 这女人不正是那天 黑人强泥带到私人会所的女人吗 就算是穿上了衣服 我也能够认得她 虽然那贵妇也看到了我 但那天我是戴着口罩去的 所以很明显她没有认出我来 我的心脏砰砰直跳 曾经那个早已破灭的梦 又重新燃烧了起来 就在我的手机当中 关于那天的所有头拍视频都还有 我的嘴角微微往上一翘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那天接下来的事情 我甚至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反正岳母又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父亲满脸通红 低了头站在那里半天没有说话 一直到我开车又把父亲送回到医院 临下车的时候 父亲一味深长地拉住了我的手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儿子 你爸你妈对不起你 这几年让你受苦了 我的满脸激动地摇了摇头 没事的吧 终有一天 我会把这些失去的东西都拿回来的 父亲很明显没明白我话里的话 颤颤巍巍地下了车 看着父亲摇晃并渐渐远去的身躯 我狠狠一脚油门 踩到底 马德 我要让你们这群人见识到 来自于我内心当中最疯狂的报复 我开车回到唐家 但保姆阿姨却并没有让我进屋 麻将局虽然结束了 但岳母似乎准备了一大桌子 晚宴要招待那位姓王的贵妇 这足以说明这位王姐的地位之高 而像我这种爱演货 在没有得到命令之前 自然是不能进屋的 不过我也并不在意 远远地把车停在外面 并且在停车的时候 果然在停车场看到了那天 那辆和岳母一模一样的粉色奔驰车 这次我特意看了看车牌 就是那样 这顿晚宴一直迟到了晚上八点多钟 然后我就突然接到了岳母的电话 不管你现在干什么呢 也不管你现在事情有多忙 马上回来送王姐他们回家 我一看这机会简直是千载难逢 于是就立即答应下来 这一次我又重新戴上了口罩 尽可能地还原那天的装扮 这是为了不要再出现 上次那种尴尬的情况 这次我决定让王姐主动露出马脚 然后走下了车来到了别墅外面 很快岳母带着那几名贵妇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远远的一眼就看到了那位王姐 一开始她只顾着和岳母说话 并没有注意到我 我也规规矩矩地跟在后面 小心脏扑通扑通直跳 一群人来到了王姐的那辆粉色奔驰车边 岳母还在不停地夸赞 王姐 咱俩还真是有缘分 连车的型号和颜色都一样 王姐高傲地哼了一声 似乎对和岳母这样的人开一样的车 表示有些不满 三名贵妇一起上的车 我作为司机最后一个上来 就在这时 那位高傲的王姐才突然注意到了我 透过后视镜 她先是浑身微微一愣 随后眼角处流露出一抹惊慌 我戴着口罩 偷偷地翘起了嘴角 七八不离时了 整个开车期间 我一句话都没有说 都是另外的两名贵妇 在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王姐也变得非常沉默 时不时地通过倒车进来观察我 似乎在确认我的身份 我身上所穿的衣服 都和那天穿的一模一样 口罩也是同样的 王姐似乎越看越惊悚 到最后甚至不停地开始擦汗 我故意问了一句 是不是车有点热 我用不用把空调关上 王姐赶紧摇头 没 不热 很快 当我把那两名贵妇 全部送走之后 车厢里就只剩下 我和王姐两个人了 空气几乎凝固 我发动汽车 缓缓地在马路上 漫无目的开着 我们俩谁也没有说话 气氛几乎紧张到了极点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我突然问道 王姐 您还没说您家在哪里呢 只这一句话 就将那王姐吓得浑身一激励 啊 那个 先往城外方向开把说完 她低头拿出手机 虽然看不见她的手机屏幕 但我知道 她一定是在翻找大黑 给她发的那张我的照片 在看完之后 她的两眼之中 瞬间充满了恐惧 事情已经到了 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的时候了 我直接把车 停到了时交一个 人烟极少的公园停车场里 偌大的停车场 只有我开的这辆粉色奔驰车 车子刚刚停稳 王姐推车门就要下车 但我这时则拿出手机 播放了那天偷拍的视频 视频里面正好是 王姐在床上娇羞说话的地方 你 你好 就这一个声音 王姐停下了准备要推开的车门 双手紧紧护住自己的身前 你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轻轻地拉下了口罩 摆出了一个和那张照片里 几乎同样的动作 王姐紧靠着车位 大口喘着粗气 我笑了笑 关掉了手机的视频 王姐 没想到你外表这么高贵的女人 背地里既然能玩得那么花 王姐警惕地瞪着我 我也不和你废话了 你丈母娘 你应该知道我的身份和地址 只要我不高兴 立即就可以让你老丈人的医院关门倒闭 我没说话 而是直接从驾驶位走下来 然后转身拉开后面的车门 王姐吓得直接退到了车子的另外一边 我则坐到了后排车里 直接并排 警惕着王姐坐下 她的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高级香水 和一种扣人心扉的成熟美女的味道 我伸手直接拍了拍她那修长的大腿 你也不用这么紧张 我其实就是有几个问题想问一问你 我希望你能说实话 王姐盯着我看了半天 表情变得越来越严肃 最后冷冷地瞪着我 你不要以为拿着一个合成的视频就能要挟我 回去告诉你老丈人老丈母娘 立即停止这种幼稚的行为 否则我会让你们整个唐家死无葬身之地 赶紧滚下我的车 否则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我气笑了 原来她一直以为我是老丈人派来偷拍并要挟她的 好啊 那我走了说我拿着手机下车就往外走 可是还没来得及关车门 王姐就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你把视频杀了 我回头冷肃地瞪着她 大不了就于死网破碑 反正我只是唐家一个吃软饭的上门女婿而已 倒闭了和我关系又不大 一会儿我会想办法把这个视频发到你所有家人的手机里 包括你的子女一边说着 我一边观察着王姐的表情变化 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太多的底气 只希望能够吓住她 真的很期待 当你的女儿或者儿子看到她的母亲竟然和一个黑人 话没说完 王姐便撕心裂肺地喝止了我 够了 然后她一把又把我从车外面拉了回来 关上车门之后 她咬着牙气鼓鼓地看着我 回去告诉你老丈人 她医院里的那些破事我是不会说出去的 但与此同时 我也希望你们唐家能够守口如瓶 否则就像你说的 大不了咱们一起同归于尽医院的那些破事 我愣了一下 莫非这里还有其他别的什么事情 她见我没说话 语气上又软了三分 而且那个右盘我已经给你老丈人了 她竟然还派你做出这么恶劣下族的事情 更何况这种事情一旦暴露出来 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啊 右盘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 那个我早已忘了的右盘还放在那里 我直接从口袋里把这块右盘拿了出来 你说的是这个 见到这块右盘之后 王姐的心理防线彻底被打碎了 啊 她竟然把右盘给了你 送完之后还上手来抢 但她哪里有我速度快 一把将其推开 虽然不知道这里面还藏着多么大的秘密 但很明显 与我手机里的视频相比 王姐更害怕这块右盘 其实你抢走也没用 右盘里的东西我早已复制成了好几份 这只不过是最原始的那块右盘而已 你要是真想要的话 我就给你了 为了把戏眼足 我还故意把右盘放在她的面前 她如同一个泄了气的气球一样 整个人完全摊坐在了车座上 眼圈泛红 看样子马上就要哭了出来 那你到底想怎样 要不你说个数吧 多少钱我都给你 我觉得火候已经差不多了 如果真的把对方逼急了 正如她所说的那样 对谁都没有任何好处 更何况我的目标也并不是她 我顺手把乳盘收了起来 笑了笑 其实你也不用这么紧张 我并不是他们派来的 我的目标也并不是你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帮我一个忙 软硬兼施 这招果然奏效 王姐如同悬崖边 抓住一根稻草的落水者似的 急气地问我 说吧 需要我帮什么忙 我舔了舔嘴唇 我的目标是我的丈母娘王姐一愣 似乎想起了今天白天 我岳母对待我父亲和我的态度 然后立即释然了许多 她就是个汤妇 她在外面养了好几个小白脸 甚至包括那天那个黑人强泥 我也早就看她不爽了 你说吧 需要我怎么帮忙 我晃了晃另一只手上的手机 我也想拍摄一些 类似这种视频 但主角必须是我丈母娘的 王姐咬了咬牙 这件事情很容易 我可以帮你 但有一点你要向我保证 无论是你手里的这个偷拍视频 还是那个入盘里的内容 永远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否则我们都得死 我心中一颤 没想到事情竟然这么严重 越来越有意思了 于是我决定斗一斗 这个外表高贵 内心肮脏的女人 伸手直接搂住了她的肩膀 然后把脸凑到她胆儿垂边 一边轻轻地吹气 一边悠悠地说道 为了庆祝我们合作愉快 你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呀 王姐在我怀里 明显浑身颤了一下 紧接着她咽了咽口水 轻轻咬住了嘴唇 另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其实 那天我看到你照片和你本人之后 就一直念念不忘 甚至对你临阵脱逃 还感觉有些可惜呢 她的手指缓缓向下 如同带着电流一样 穿过了我的胸膛 我攥住了她那冰凉的手 控制住那圆圆不断的电流方向 你是不是经常玩那天那种游戏啊 王姐娇滴滴地摇头 刚才那指高气昂高高在上的样子 早已荡然无存 讨厌了 我那天也是第一次 没想到就遇到了你 该说不说 这贵妇真的很有魅力 一句话顶得我有些头晕 但我知道 有些事情一旦做了 就万劫不复 我松开她的手 一把抓住了她的下巴 脸上露出了争鸣的笑容 再继续进行下去吧 这女人反倒和我岳父有些搭配 被骂了之后反而显得更加兴奋起来 我转身下车 重新坐回到前面的驾驶位上 什么也没有说 直接发动了汽车 车子行驶在去往王姐她家的路上 就在我专心制止开车的时候 那两只手有若有肆无地从后面缠了上来 一只手不停地在我胸口上画着圆圈 另一只手继续向下 这女人真的好厉害 瞬间就把我身体里的那团烈火激发了出来 我的呼吸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急促 说实话 如果不是岳母的电话 在这个时候突然打了过来 我当时真的快要把持不住了 岳母的电话里依旧那么嚣张跋扈 质问我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我依旧是那副吃软饭的样子 马上就要到王姐家了 送完她之后 我立即回家挂断电话之后 王姐整张脸就已经贴在我的肩膀上 老健人 这次一定要让她好看 我紧紧地把这方向 不停地做着深呼吸 尽可能地把注意力向外转移 说说你的计划吧 王姐顿了一下 我听强妮说 这周六你丈母娘要去省城参加一个化妆舞会 到时候强妮也会跟着一起去的 化妆舞会中 所有人都会化好妆 戴着面具隐藏着身份 到时候我和你一起去 好好地拍一拍那个老健人下见的样子 我抓住王姐的手 放在鼻子前闻了闻 好 到时候还请王姐多帮帮忙 车子很快停在市郊一座独门独院的别墅门口 下车之后 王姐还因为深长地对我说 我老公今晚不在家 你要不要上楼坐坐 看着那张满是成熟诱惑的脸蛋 我背着手狠狠地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才差一点没让自己身陷进去 随后我打车回家 可是刚到家门口 就看到岳父如同疯子一样 把我在这个家里所有的行李和衣物 全都丢到了门外 看到满地的狼藉 我先是悄悄地把肉盘丢到旁边的树丛里 然后微微眯起了眼睛 岳父见我回来 直接暴跳出来 那天就是你洗的衣服 这个家里就只有你手脚不干净 快点告诉我 你把我的肉盘拿到哪里去了 果然又是在找这个东西 我立即装作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我不知道啊 到底是什么肉盘 岳父发了狂一样冲过来 伸手揪住了我的衣领 不知道的话就给我找 否则我分分钟就能让你妈抱病而亡 其实原本的我并不打算插手肉盘的事情 但千错万错 她触及到了我的逆铃 我装作很惊恐的样子 对不起 真的不是我拿的 求你了 不要那么对我母亲好吗 但此时的岳父正在气头上 滚 三天之内拿不到路盘 你就等着给你妈收尸吧 说完之后 狠狠地摔上了门 黑暗中我冷笑不已 但当时有一点 我一直没想明白 如果岳父真的想在我身上收藏路盘的话 为什么非得要把我从家里赶出来呢 但是当我把家里的衣物全都收拾到车上 然后准备赶到公司去休息的时候 我才真正知道这老东西的阴险毒辣 有两辆黑色轿车猛然从后面抄了上来 然后直接把我别在了路边 还没等我下车理论 前后两辆黑色轿车里冲下来五六个壮汉 他们用棒球棒直接砸碎了我的玻璃 然后把手伸进去打开了车门 强行把我从车里拖了出去 然后两三个人把我摁在地上 开始的近乎侮辱性的搜查 身上的衣服全都被他扯了下来 车里面所有东西要重新被返了出来 本以为他们在什么都没找到之后就会迅速离开 但我终究还是有些小看岳父的手段了 这些人把我的车直接开到了附近的一个废酒工厂里 然后浇上汽油 一把火直接点着了 既然找不到入盘 那就干脆把整个车全都烧了 最后 他们在寒冬的午夜 扒光了我所有衣服把我扔在那废酒工厂里 不过整个过程当中 我几乎没有任何反抗 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 只是默默地把这笔账记下 那一夜我几乎被冻死在那里 我勉强在垃圾堆里捡了几件破衣服 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公司 就是高一进屋 却发现我的公司也没能逃出魔掌 整个屋里面像遭了贼一样被翻了的底朝天 就连写字大楼的保安都劝我要报警 但我却依旧摇头 这种事情需要自己亲手解决 才能够切身体会 看着乱糟糟的办公室 我也懒得收拾 换了件衣服之后 就躺在床上休息了 接下来一连三天的时间 几乎每天都有一群人冲进我的办公室来 也不说话 也不打杂 就那么直勾勾地坐在我对面瞪着我 大约要瞪三到四个小时 然后就迅速离开 我很理解岳父这么做的原因 无非就是要考验我的心理承受能力 希望我在心里崩溃的时候 主动把乳盘交出去 此时距离周六晚上还有两天的时间 最后 他们终于放弃了这种折磨方式 似乎已经确认 我手里面的确没有拿到他们的乳盘 就在他们停止折腾之后 我偷偷地回到了老唐家的别墅外面 在那一片树丛里 把真正的乳盘拿回来 其实我一直好奇 这个乳盘里究竟藏有什么东西 竟然能够让岳父和王姐如此恐惧 反正那天午夜 当我终于把乳盘放入笔记本电脑里之后 当我看到了隐藏在岳父和王姐内心深处的秘密之后 我内心当中不仅仅产生了一种恐惧 产生了一种极致的愤怒 原来 岳父的这家医院名义上治病救人 但被地理所做的事情 完全可以用丧心病狂来形容 买卖器官 非法医治手术 甚至还出售婴儿 医院表面上的医生护士甚至对此都不知情 岳父和王姐这两个家伙 被地理诱养了另外一批人 而这批人才是这个医院真正的核心 而且医院还和缅甸那边有关系 具体的一些销售途径应该是那边提供的 用盘当中包括这批人的名单和联系方式 所有这些非法所得的账单名录 甚至还有买家的联系方式 看完所有这些内容之后 我浑身上下颤抖不已 什么叫做一官禽兽 什么叫做道貌爱然 表面上救死扶伤光鲜亮丽的岳父 私底下竟然是一个肆意杀人的恶魔 我立即把入盘里的大量的拷贝在各种网络硬盘里 然后又单独把这些资料 塞进一封匿名的电子邮件 将电子邮件的发送时间 调整为周日的中午12点 接收人为有关单位 我必须要将这一切公布于众 但在那之前 我也要完成属于我的疯狂的报复 不过在看完这些内容之后 我突然意识到 我的这个计划里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这个王姐究竟是要跟我合作 还是要把我骗过去杀人灭口 那个所谓的化妆舞会究竟是真是假 于是那天晚上 我又重新在篮球群里找到了一斤成仙 然后又花了五百块钱 让他把我重新带回到那个私教群里 重新回到私教群之后 群里面的网友大多都在嘲笑我那天的懦弱 我在里面重新找到了大黑 加上他之后 他问我之前为什么把他删除掉了 我只能拿自己胆小怕事来找借口 大黑嘲讽我是个胆小鬼 但这无所谓 随后我就打探关于省城化妆舞会的事情 果然还真有这么一件事 大黑问我 上次你都胆小逃走了 这次你真敢去吗 我尽量表现的有些紧张 这次不是完全化妆吗 应该不露脸 那就没啥是大黑发过来一个怪笑的表情 咱群里面还有好几个人一起去 不过报名费有点贵 给一万块钱 我自然不能跟着大黑他们一起去 没事 我和其他朋友一块去 但想要参考一下 你们会化什么妆大黑直接发过来一个绿巨人的连体衣 这次我不仅在外表上化一下妆 而且还要假装你们的人 以我的汉语口语 他们绝对看不出我是一个外国人目的达到了 紧接着我立即跑到道具店 买了一套和大黑一模一样的绿巨人的连体衣 以及一套蜘蛛侠的连体衣 周六上午 王姐联系我 并且和我一起开车直奔省城 路上 我开的车 王姐的两只手机一直没闲着 不停地在我身上卡油 很明显是在勾引我 但我都没有拒绝 只是每次王姐要继续一点的时候 我都会不留痕迹地拒绝他 此时的王姐在我心中就是一只畜生 不 比畜生还不如 车子来到位于省城市郊的一家私人庄园外 进入到这里的人 需要非常严格的审查手续 所有的电子设备都不允许带进去 不过在过完安检之后 王姐意味深长地告诉我 在306房间的卫生间马桶盖里 我已经准备好了录像设备 我点了点头 其实直到现在 我也有些搞不清楚 这个王姐究竟是不是真的要帮我 随后我们在服务员的带领下 走到各自的单独更衣室 来进行化妆 王姐化妆成为一名高贵的女王 手里面还拿着一柄权杖 她的气质的确和女王有些相像 高贵而又典雅 只是骨子里已经烂透了 而我则穿上了那套蜘蛛侠连体衣 王姐看到我之后 眼睛不由自主地向下瞟了瞟 然后意味深长地对我说 你的身材真是不错呢 我笑了笑 因为我知道自从进入这里面之后 我一定要尽可能地减少说话 随后 我就在人群当中看到了绿巨人 我甚至还主动走过去和她打招呼 果然是黑人强迷 舞会晚上6点半左右的时候正式开始 宽敞又奢华的大厅内 响起了舒缓的音乐 穿着各式各样的人 穿梭在人群当中 每个人彼此都不知道 面具后面的人究竟是谁 这种感觉还真的有些刺激 王姐一直跟在我的左右 一边不停地向我介绍哪些人 她已经看出身份了 一边往我身上摸索着 但自始至终 她都没有说出我岳母 今天会打扮成什么样子 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问她 我岳母在那里 王姐突然伸手一指 不远处 身边围着三五个打扮成 非洲土著人的黑人之中 有一个穿着白雪公主长裙的女人 我假装过去拿酒 故意凑了过去 那女人正在和那群 非洲土著人打起骂俏 声音嗓门很大 离很远就能够准确地 辨认出岳母的声音来 随后 我又回来 走到王姐身旁问 怎么才能让她去306房间 王姐笑着指了指远处 化妆成绿巨人的黑人强迷 她有办法这种奢靡的舞会 在进行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之后 背景音乐突然从古景音乐 转为令人具有极度诱惑力的爵士乐 大地里的气氛 也突然发生了变化 我看准了机会 从王姐身边溜走 然后借故找到身穿绿巨人连体衣的黑人强迷 此时的黑人强迷正在和岳母在一起 我立即改用英文问她 卫生间怎么走 黑人强迷笑了笑 也同样用英文回答我 正好我也去 咱俩一块吧 这下子可急坏了旁边的岳母 你们两个就不能用汉语交流吗 黑人强迷转身看信岳母 以为深长地用汉语说道 我们俩要去卫生间 你也一起吗 没想到岳母没有任何犹豫 好啊 化妆舞会吗 来这里为的不就是这个吗 没想到这一刻竟然来得这么快 而我到现在不仅没有换上绿巨人的衣服 甚至连拍照的摄像机都没有拿到手 我们三个人并排一起走进了南卫生间 在这种风格的舞会当中 类似这种事情非常常见 岳母进屋之后就彻底放开了 看着黑人强迷身上的绿巨人连体衣 突然 另外一只手 猛地向我抓住了过来 我比较好奇 你这只新来的蜘蛛侠 我吓得浑身一哆嗦 赶紧捂着肚子冲进旁边的隔间里 黑人强迷误以为我又临阵脱逃了 哈哈大笑起来 但如此大好机会我怎能放过 我趁着他们俩投入的时候 赶紧就偷偷地跑了出来 然后来到个人单独的更衣室 把衣服换成绿巨人的 这种行为在更衣舞会当中非常常见 别人也不以为然 紧接着我一路飞奔上三楼 来到了王杰所说的306房间 本来我还敲了敲门 却没想到306的房间竟然开着门 我想都没想就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非常宽敞而又奢华的卧室 巨大的圆形大床 旁边还摆放着好几个 奇形怪状的木头架子 很明显这个房间是多功能型的 但这些都不重要 我立即来到宽敞的卫生间 可就在我准备打开马桶蓄水槽的时候 突然有两只手从身后伸了过来 直接从后面把我抱住 我吓得浑身一跳 紧接着王杰的声音传了过来 我的小强强 你怎么来这里了 那个宋超呢 我浑身一震 没敢说话 王杰的时候很不老实 很快就找到了绿巨人连体一的拉索 并且把手伸了进去 我的大宝贝 一会儿等到弄死松烧那小子之后 我要你和唐院长好好陪陪我果然 果然不出所料 王杰和我岳父果然是一伙的 只是没想到他既然还要杀人灭口 我全程不敢说一句话 因为哪怕我只要发出任何一个声音 就会立即露线 好在这个时候卫生间外面 岳父带着刚才那几个化妆成非洲土著的黑人 走了进来 今天的岳父化妆成一个白人中世纪绅士的样子 一副道貌黯然的嘴脸 看了一眼王姐 又看了一眼穿着绿巨人服装的我 语气上有些不耐烦 你们两个别玩了 人物已经准备好 一会儿只要宋超那小子进来拿手机 我的手下立即冲会冲上来 把他悄悄的从后门带走 车子就停在庄园的外面 到时候直接找个地方弄死就完事了王姐哥哥直笑 咱们做这种事情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能惊动其他人 不过想想 那小子身材也不错 估计妖子应该也能用 不如直接送到棉北 咱们还能赚一笔岳父坏笑着从侧面抱住王姐 好 都听你的 这时王姐狠狠地朝我大胯捏了一把 去吧强泥 你现在不能在这个房间里 否则就露线了我连忙走出306房间 背后早已被冷汗打透